大家好,我們今天離開黃河第一彎了 今天下來了小雨 雨不算大,但是一直在漆漆漆的下 景色變得更加朦朧了 也很有意境,我們現在往札卡納大概還要擔任遠石 路況不錯,路況都是這種美容物 我們走的是景觀大道,沒有走國道 我建議大家走景觀大道,車少,路平 因為國道上那種大貨車太多了 所以對這邊的風光又好,車又少,很舒服 草原上的花這個季節正好開了,紅圓 哇,草原上的小野花,哇好漂亮 看到了嗎,這種紫色的,整個草原上 現在我們在三棵桶上,這邊呢還是屬於入耳蓋 我們又進入甘蘭 現在下個小雨,不停的,我把清潔的衣服都穿上了 這些毛流,冷不冷他們 放牧的人 大家好,我們現在離開了黃河九曲第一彎 今天突然下雨,在高原上呢,天氣就變冷了 特別是下雨,那就像過冬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要準備一些厚一點的,加絨的衣服 包括在街上買的那種小毯子,我都披上了,還是比較冷的 所以大家呢,不要忽視這個問題上高原 因為在高原是不能感冒的 感冒會引起很嚴重的一些呼吸道,一些疾病 甚至呢,對生命有危險 所以我們上高原的時候呢,一個注意不要感冒 前三天的時候到了高原,不要輕易的去洗頭,洗澡 因為那種會耗癢 在高原上呢,也不要去大喊大叫 我們平常要帶的,在高原的時候的藥物 帶一些什麼藥物呢?比如說一些感冒藥 頭疼的時候沒有關係 因為頭疼它是正常的一個人的高原反應 那麼這時候可以適當的吃一些頭痛粉啊 或者是解熱,比如說布洛芬之類的解熱 止痛的一些藥物 幫助你緩解高原的一個反應 所以大家呢,還可以背帶一些什麼消炎藥啊 一些藥品 如果覺得實在不舒服的情況下呢 可以盡視西洋 希望大家在高原上的旅途呢愉快 跟著我們的鏡頭 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路上再去看看美麗的渣嘎辣 據說那裡是夏娃和亞當的誕生地 我們正在梯克之旅的出發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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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